立法院昨天為了會計法受眾草案 超野立委是近距離的接觸 爆發肢體衝突 結果今天上午 民進黨有三名立委 陳歐鋪 吳玉琴和張六萬間 都呈現了快篩陽性 症狀輕微 也讓立委累計有二十二個人確診 另外行動動陳水扁也表示快篩陽性 經過醫師的判定是確診 目前在臺南的住所隔離 立法院三十號 為了國務計要廢除罪化的會計法 條文修正草案 超野立委在主席臺上 擠成一團 互相拉扯爆發肢體衝突 期間多人沒有維持社交距離 結果三十一號一早 民進黨三名立委 陳歐鋪 吳玉琴 張六萬間 都在臉書 PO出兩條線 快篩陽性照片 三人症狀屬於輕微 有臉發燒 咳嗽流鼻水 也取消行程 會議改為線上 那我要去搭高鐵的時候 覺得說身體的疲倦感 跟這個流鼻涕的感冒症狀變嚴重 所以我就趕快快篩 結果居然出現兩條線 所以這邊也對 很抱歉 對這兩天有接觸的朋友 立委確診持續增加 包含快篩陽性的民進黨三人 已經累計二十二人確診 國民黨有蔣萬安 葉日蘭等六人 民進黨高嘉瑜 邱志偉等十三人 立法院表示一場每天散位後 都會做好傾銷 另外前總統陳水扁 也表示自己快篩陽性 經過醫師判定確診 正在臺南住所休息 陳志忠表示母親吳淑貞並沒有確診 但因為跟陳水扁同住有特別注意自己的健康 另外總統府二十八號到三十號 新增十三名確診 包括五名總統府員工 三名國安會員工 四名總統府警衛士情員 以及一名憲兵 但是跟正副總統還有官員都沒有接觸 使各項業務維持正常運作 記者航行朋友組台北報導 特別是關於 九州交通的 執照 領土年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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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